一个人租房子 一到晚上那女的就叫 我要死了 我就一直讨厌那男的 直到我找到男友才对他颇有好感 有个男生追求过我 我就把他介绍给了闺蜜 今天给闺蜜打电话发觉他嗓子都哑了 我就躺着不动 愣是喊哑了 今天早早穿了他的衬衫睡觉 摆了个销魂姿态 男友果然猴急猴急的来扒我的衣服 这衬衫老贵了 可别给你称坏了 闺蜜男朋友当兵回来 平日一直中分的他 突然扎两个马尾便 和男友黑黑大战落幕 他若有所思 我推了他一下 怎么了 没啥 手动挡换成自动挡有点不适应 玩狼人杀游戏遇上了一群小学生 他们说 这个人的声音跟我们不一样 貌似是个老东西 我们先把他投出去吧 夫妻俩看世界杯 七暴夫撒娇 今晚你也设门吧 夫一把推开七 你懂个球啊 设自家门算数 设别人们才算赢 去朋友家 他们做了童子尿煮鸡蛋 我说 我不喜欢吃鸡蛋 他爸爸说 那你喝点汤吧 小姨子问 听说过江南皮革厂的黄鹤吗 他带着他小姨子跑了 我不能对不起你姐 什么呀 我想让你给我买个包 跟女友参加聚会 酒后女友指着我手机里的合照 这女的是特么谁 喝的连自己都认不出来了 老婆说 有的人一转身就错过了一辈子 你这么胖了 每次睡觉一转身 就能卷起一床被子 半夜被老婆推醒 傍晚我在沙发垫子里 捡到五百元 本来不想说 不说睡不着 我一下醒了 然后他睡着了 我失眠了 老头娶了个小老婆 老婆最近天天顿人参 老头求大夫帮助 大夫说 如果人参不起作用的话 就试试用黄瓜 老板嘱托我 把花生收好 千万别让猴子看到 于是我收进内裤口袋 结果猴子朝我冲来 大庭广众下 扒了我的裤子 一直以来 男友买东西不会砍价 快结婚男友跟我家人 把礼金从三万弹到八千 而且我家还搭上了洗衣机 冰箱 摩托 跟哥们到动物园玩 进门时 哥们指着我对看门人说 看清楚 等会儿出来 别说我偷了你们的猴子 我用微信掉了一妹子 谁知突然通知我要去出差 就让要好同事去见 同事见到就打电话 你和我老婆什么时候开始的 哥们说 我没什么钱 但我准备把儿子攻到贵族学校 要去泡一个有钱的女生 这样的投资应该会很值 乞丐行起 他给十块持续两年 一天只给五块 他说 我结婚了 乞丐说 你竟拿我的钱去养你老婆 哥们住饭店充电器忘了带走 让我回来帮忙取 前台妹妹说 先生 这是您朋友的遗物 请拿好